路口转弯再菜的大货车 明暗喇叭示茧 这节奏听起来好耳熟 原来是儿歌行脑神曲 大货车在这个路口 用暗了不同节奏 粉画有一滴灯好显眼 看过影片的网友说 难道是开街头行动电音趴吗 大货车喇叭声引人注意 但这辆载菜的大货车 最终进到三重果菜市场 附近居民说真的是太吵了 太大声了 可以发到里面 是南部载菜上来的吧 我们住这里常常看到 我孙子常常会吓哭了 很吵 很吵 有时候又 叭叭叭叭叭 有时候又放那什么 很奇怪的音乐 民众抱怨 报警了好几次都没用 一个我们一定没有公权力嘛 跟各地的产地的货运车 他们一定要去约束他们的司机 本分局将规划 该地点 机查取缔及收正 并含转 含全责机关查处 警方表示将加强定点巡视 如果大货车仍然有乱喇叭状况 可以依照倒交条例 装设高音喇叭 开罚900到1800元 以及唯一规定 明暗喇叭 开罚300到600元 三重果菜市场也将请保全 加强巡视 如果菜车货车驾驶违规 将对菜商寄出 禁止入场的处罚 三线轩 国民兆少奖 新北报道 3 6 7 谢谢大家